就是這個基因如果還是會不小心透出來 我也沒辦法 所以還好我選了一個長得比較好看的人 希望可以洗一點基因 先看我妹那邊的狀況怎麼樣 我覺得要完美上京真的是感謝我所有的團隊 然後感謝所有的攝影大哥 記者朋友們我知道你們真的好辛苦 那如果能夠在天氣炎熱狀況下 讓自己可以感覺平靜冷一點的話 我今天本身是帶了冰塊還有保冷袋 然後只要有空就會放在那個脖子啊 或什麼讓自己可以降一點溫 真的沒有的話呢 那我們就一起靠想像吧 今天好冷喔 你們有沒有冷到吹到風要小心喔 那一天那個造型人家說是比利學的造型 對 對 所以我就是只能趁著比利姐這部劇 把它稱之為 爸別鬧了 就是這個基因如果還是會不小心透出來 我也沒辦法 所以還好我選了一個長得比較好看的人 希望可以洗一點基因 那希望這種基因不要再傳到下一代 可是人家又說有一個諺語 好像什麼好種不傳壞種不斷 那我們就慢慢的看下去吧 先看我妹那邊的狀況怎麼樣 但還好我覺得比較大量的是被說像比利姐 我覺得超開心她超好笑 她真的超級好笑 而且最近剛好三十六題才剛訪問到她嘛 然後她也邀請我一起跳那個新版的 什麼都不必說 然後又覺得她真的是太有趣了 明明是巨星 卻很像鄰居媽媽 然後非常活潑可愛 當時的想法就是說 雷戴絲如果有出泳裝 我就穿他們家的了 真的很可惜 其實我戴人內衣的尺度是比泳裝還要大的 然後但是謝謝大家的愛戴啦 我只是PO一個背面照就上新聞了 很謝謝大家的關注 但是我還是沒有很多人想像的尺度那麼大啦 還是就是維持原養就這樣 就是如果可以的話找一個 比你大兩倍的經紀人是一個很不錯的辦法 用比較的方式就會看起來比較瘦 但我覺得夏天啦還是要多喝水 我自己確實在吃東西上也是比較挑 比較小心 然後我覺得不管夏天 春夏秋冬應該都是要好好的 照顧自己的身體吧 有一個小事我之前有分享過 很小 就是我之前跟嬌哥在錄那個 《音虎百音》的時候 然後我們都站著嘛 然後來賓來賓 然後後面還有那個螢幕 很大的螢幕 然後我們聊到他講 然後我解題 然後可能這樣 都是這樣來回來回 然後突然 小哥就把麥克風放下來 轉過來跟我說幹嘛 然後我就說 蛤 什麼 然後他就 他說你剛剛不是叫我嗎 我說 我沒有叫你啊 然後他就說 喔 然後我們約在直播 我們就趕快錄 就這樣 然後下來之後他跟我說 他聽到我跟他說 哈囉 然後我們倆就這樣 你這座人燈可以開亮一點嗎